大家好,欢迎收看由千锋教育集团旗下高端纸品牌好程序员为大家提供的快速玩转SPA系列之SPA Call 我是主讲人志哥 那么今天呢,我们继续学习Transformation下的算子 分别是Repartition,Collex,PartitionBand,Repartition andSortWays,Partitions 那么大家如果对视频当中的大数据感兴趣的话 可以添加我们千锋大数据学习人的QQ群 群号是241617568 那么OK,开始我们的正式学习 好,那么我们来继续介绍分区算子 那这个算子呢,我们来说另外一个算子啊 那么这个算子是谁呢 就是我们当前的PartitionBand 那首先呢,我们之前介绍的不论是当前Repartition的 还是Collex算子啊 它对应的呢,都是基本类型的 就是咱们没有特殊类型的这种RDD 即里边呢,就是一一二三这种啊 并没有特殊组合 那接下来介绍这种PartitionBand呢 主要应对的是原主类型的RDD存储 即RDD中存储的元素是原主类型 那此时呢,可以使用这个PartitionBand进行重新分区 记得啊,这只能是原主啊,只能是原主 所以这里为了咱们新创建一个RDD啊 RDD2,等于当前咱们按C啊,点PR 然后咱这里List小块,咱们给点值 假如说咱给点值啊 然后呢,这里双眼号,咱们E 逗号5啊,然后再逗号双眼号啊 再给个值,假如说给个C 然后呢,这个逗号小C吧 然后逗号3啊,逗号3 然后呢,接下来呢,咱们再啊 这个先给分区吧 把这个分区是给上啊 然后咱们再写啊,C逗号 再逗号小号,然后双眼号 咱们再加值啊,咱再加值 把这个扩起来 然后呢,咱们这个D吧 D,逗号4啊 然后再逗号小号啊,双眼号啊 假如说C,逗号2 好了,咱们有这么几个值啊 咱们有这么几个值 然后此时呢,咱们这几个值存完之后啊 咱们这几个值存之后 那此时呢,大家看好 我的末日分区为2 那此时呢,我想修改其分区 记住啊,我们如果是这种圆主类型的 值什么呢,可以这样做 RDD2. 记得啊,partition by,partition by 然后记住,这个参数呢,是一个我们默认传的分区系 就是谁呢,可以拥有一个 哈希 partition 啊,partition呢 这里,我们后边可以传一个哈希partition呢 哈希partition呢 此时呢,它会返回一个RDD 记得啊,这个RDD呢,是分区过后的了 啊,这个RDD是分区过后的了 所以此时呢,这样也记住 然后我们这里有一个叫做partition by 啊,partition by 然后呢,记住啊,参数啊 参数 参数是,是什么呢 这个啊,是啊,默认分区 其啊,G g啊,就是哈希partition 呢,prt 记得啊,那么除了传他之外呢 记得啊,也可以 在这里啊,也可以传入自定义分区期 就是你自己怎么写的这个分区啊 你可以自己传进来啊 所以这里它有这么几种传输方式 那传输完这个之后呢 这个时候呢 我们可以setmout打印一下 print 再点这个rddr 那么通过当前partition by算子调整分区 调整分区后的分区数是 分区数冒号加 咱们rdd 咱们这个加号 这个rdd2 下号线1 第2partition 第2 好 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看好了原始是2 咱们调整了为4 那这个时候我们执行 看是不是分区变成4了 对吧 分区变成4了 ok 那么这个呢 是应对原始类型的 这个partition by算子